受到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在星期二就逃犯条例修订案 在香港引发的政治危机 和警民冲突而公开道歉 这项法案将准去在某些法庭案件的疑犯 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審 但林鄭月娥并没有屈服于抗议者的要求 就是要求她因为今次的事件而辞职下台 在林鄭月娥星期二发表声明的时候 大规模抗议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 已经减少到只有几十人 在政府总部外扎刑流宿 气氛相对平静 一名姓陈的示威者对记者说 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时间会是多长 但是我们当然想快点这件事会快点完 但是政府一日未被回应给我们的话 我们一日都不会放弃 在刚过的星期日 两百万人在香港街头游行示威 并且围绕立法会大楼 他们呼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重案 林鄭月娥在星期六曾经宣布 暂停对该法案的立法辩论程序 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向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表达了新的支持 表示香港市民正在位维护基本权利而示威